喂 徐少驊 律政司說的《奪》字很暴力 那我們奪加上命 不就更暴力 隨時可以抓 但說暴力 你夠這個政府暴力? 勒碎人的血汗金錢 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知奪去了 一人一跳選出來的議員 議席又被他暴力奪去 我們香港人連尊嚴都被他奪去 那現在究竟誰奪哪個命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 奪命鬧鬧 衝奪香港 好了 剛才休息的時候 看看留言 多謝聽眾一路課金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可以 叫多些人支持我們 其實心情不太好 其實今天也看到這幾天的新聞 包括由《送中條例》一路開始 遊行之後的形勢 就是黑暗 越黑越來越暗 還沒有最暗 還沒有最暗 判完之後 一盆冷水淋下去 更加容易起訴社運人士 甚至是言論自由的範圍 包括網台主持也好 電台主持也好 評論也好 究竟可以在這麽氣餒的時候 可以怎麽做呢 我覺得就沒有什麽空閒可以去氣餒 這個我認同 因為已經殺到近身了 到你不動了 不到你不動了 其實那種恐怖 我剛才講過 我剛才也查得回 其實《九巴》的單新聞是 大哥 數碼奴隸制度 真的 你看看它是什麽呢 它是講到明的 《九巴》表示 本年內會落實多項安全措施 其中包括 就是加設車掌稅以監測系統 你說 你現在的這班車掌說 要加班加到時間 我才夠兩萬元才夠錢花 現在我就不會加給你了 總之我要防範 盯著你不讓你回 不讓你回 你想一下 如果它《九巴》可以這樣做的話 中資的機構都可以這樣做 幫人處的外判工全部都可以做 你不要說政治與你無關 那種獨裁制度是無孔不入的 而且我覺得它通常是用 《九巴》幫你 對 為了集體安全 發展 你罵我真是反發展 你都不想香港好 如果你是不睡覺的 你怕什麽 你怕什麽 就是這樣 你不睡覺的 對 如果你不睡覺的 你這麽多話說的 當然是睜眼睡 所以我就說 這個全面性的 剛才我說海賓道那個 用CCTV來監控 維麗泊車是什麽呢 就是它跟大陸 深圳南山區 數碼識別系統 然後再用電子發票 去罰你也是一樣的 現在區議會都正在推 將來不用交通景 你以為交通景未到就走掉了嗎 已經出了 那張電子發票已經給你了 其實它不用有警察 在你面前抄牌 有了紀錄 有了等等 沒有得走數 不知這樣 之前區議會都已經提議 在所謂的垃圾黑點 裝閉路電視 監控些人不打垃圾 一樣 或者垃圾桶旁邊 對 很多垃圾那些 他說黑點而已 罪惡黑點 維麗泊車黑點 垃圾黑點 高空雜物 高空雜物黑點 企街黑點 全部都可以 他做這些事情 他選擇一個很grand的理由 還有公眾利益 是的 這個大小的沒有什麼 每個人都不敢犯罪 大家都覺得很安心 不犯罪就不怕 想怕人不怕 就是這樣 有這個邏輯 這個 一句就拿起來 我想問一些人 這個 不如家裡的廁所裝起來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不是 是司令 打開廁所 把司令跟著 你 Hello 007 你好 這個就是 中國人那種 實用主義去到一個極致 就是不會理價值觀 和影響 對私隱的侵犯等等 但是我覺得 真的要想清楚 抗爭的手法 這個我相信 我不想再有人 因為被重判入獄 這個是前提來的 和平非暴力的抗爭 是前提 如果你鼓勵一個暴力抗爭 你領袖就要新鮮事實 我覺得 是 沒錯 你不可以鼓勵別人去暴力抗爭 自己就躲起來 因為那是一個道德的問題 我覺得 所以如果你說 接下來 社運也是 見到這個判例出來 我覺得當年 你們是倒大審判之後 實際上台灣的黨外運動 都進入了一個低潮 因為大家都害怕 嗯 香港現在這個 還要律政司 可以再進擊200人 其實是一個香港大審判 但是我覺得 沒有時間氣餒 就是 你要幾條戰線 大家配合 哇 你想一下 200人慢慢撕 天天有市中 等於 每次都叫你去 大哥 他就是令到你所有人都不敢出來 你明白嗎 你策劃嗎 然後他那些 好像梁美芬那些 你看一下 如果你將來不乖 他教那些家長會這樣說 將來不乖 就是這樣 你以為閹了兩個議員 陳淑莊和蘇家津 他可以再閹 可以再閹 因為還有其他議員 是進入了200人名單裡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真的要靠香港人 議會在梁君彥 陳建波這班建制派手上 已經控制到議事規程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可以做到拉布式的抗爭 如果你許智峰式的肢體抗爭 就會有保安辦跌 不是的 他上次就說 你搜尋的時候 你提規程問題 都說 都要趕你走 你反抗 林卓庭 就是這樣 規程問題是立法會議 他用最離譜 最粗暴的方式去主持會議 然後打破所有常規 到議員反抗 他就說你暴力衝突 肢體衝突 然後就叫警察進來 抓你出來刑事起訴 傳媒的報導 只是拍照衝突的場面 是不會交代是因為什麼事 是沒有的 是絕對沒有的 你看大台的新聞是絕對沒有的 所以那班漁民就是這樣出來的 這個出現這個大口狗這個人 為什麼會有這個人的出現呢 其實也是對曾玉成現象的深切反省 我肯定是 包括陳建波也是 就是對不亮星現象的深切反省 是啊 他覺得不行 不夠硬 不夠硬 不亮劍 是啊 不是不亮星 是不亮劍 因為他覺得 他不夠硬的話 就會被你恥笑 而他覺得呢 其實他跟你玩軟的一套 他自己都沒有好處 還要讓你玩回頭 那原因是什麼呢 我就說人無恥則無敵 軟的一套 其實盤數不是這樣計 軟的一套你可以贏到什麼呢 實際上 其實就是國際社會對香港和對中共 尊重 一個比較良好的印象 是 然後繼續維持一個 engagement 對 就算你在國際社會裏面 不需要下下亮劍的 你仍然可以繼續做生意 好了現在 因為要2025厲害了我的國 所以全方偉地把這個橫蠻無理的形象 和挑戰美國的這個目標 都說出來 變成香港事務裏面一樣是敢於亮劍 你看到林鄭 梁君彥 陳健波 其實三個人的轉變都是一樣的 梁君彥以前叫做大口狗 其實是工業界裏面的二打六 如果你跟唐英年那些相比 梁君彥就連大輝哥的級別都沒有 即是林大輝的級別都沒有 林大輝其實是有聲望的 林大輝起碼在資本家陣營裏面 他跟泛民的關係都不是惡戀 有很多事情大家打龍通不離開會 但是這個大口狗就是因為 你明白嗎 擺一條肺的上去 這個吾三貴情義傑是怎麼來的呢 你擺一個世家的子弟上去做特首 他要免的 如果唐英年你叫他做一些噁心的事情 他做不出的 他真的做不出的 就算董也做不出 大口狗那時候達哥 李永達怎麼說他 他還是同事的時候 他就在一起 就是隔壁尿兜 然後跟他握手 他就是連隔壁尿的時刻都不放過 都要去串你幾句 就像制條一樣 肥仔彈就罵 如果是隔壁尿的時候 還要兜東西打下去 等一隻兩隻都好 不是啊 其實你敢兜他 肥仔彈到四處都好 整腳都是濕透的 沒有人都會濕透的 肥仔彈可能主動肥 肥仔彈可能主動射不到人 射濕自己 我想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共產黨會 起用陳建波大口狗 以往的建制派是什麼呢 肩膀有花 在他的行內有地位 世家大族子弟 田北俊 唐英年 這些問題是什麼呢 做人有底線 什麼人沒有底線呢 沒有面子 不要面子的人 就是道友 有時候你留意道友也是 大話連篇 為了騙個少許白粉錢 一元都會帶粉 一元而已 一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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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 只要一元都會帶粉 這些就是沒有底線的 我覺得 現在起用那幫人 何君堯 你看到 甚至周浩鼎 劉國昏 整班都是 就是 他的權力來源 就是沒有共產黨 就是沒有他們 這班新的派 所以 共產黨叫他做狗 也可以 叫他做雞 因為他沒有實力 而且他要靠Polize共產黨 他就會 有這麼浮誇 有這麼浮誇 有這麼盡 去到這麼盡 你看到大口狗也是一樣 有時候主持會議 是不需要這麼盡 沒錯 但是他覺得老闆喜歡重口味 唉 政治過硬 對 就是顯示到自己那種 敢於亮劍 是啊 大家都覺得 主席喜歡看人家的劍 是啊 那大家拔劍出來給他看 沒有那個劍 那個777 所以就是一部分 我說呢 用什麼辦法就是搞徒犯條例 weg various 递犯條例的推手一定是共產黨 那不過用什麼的時間去執行呢 這條招式一定是林鄭見 para 即使用逃犯條例去包裝 但是要落實逃犯條例的人 這一點發生的 personnes 一定是中共 你看到 王志民背書 張曉明に背書 連曾救 六成都要背書 你就知道這個怎麼可能 如果小妹妹有這麼大的權力 可以動得到這些大媽傻 而為什麼逃犯條例 這個時候會搞得出來 固然他自己本身有融合大需要之餘 就是九龍治水的格局已經不存在了 因為如果你說以前 講黨內民主的時代 香港這個地方是家家有求 蕭建華是呀 曾慶紅條嬰 那你其他溫家寶想動他的時候 曾慶紅就說大哥我是一條嬰兒 對呀 谷卓恒可能又是誰的嬰兒 那你怎麼可能將引渡條例引入香港 去捉我的人呢 那如果你可以捉我的人 我豈不是可以先捉你的人 那就玩完了 但問題是現在不再加家有求 但現在你在習帝面前 他就覺得他雖然自己獨攬大權 做了皇帝很開心 阿倫倫倫贊他的事 倫倫我得善他 當然啦 大佬 你知不知道他是 首先他講的那個說話 高級黑就是倫倫話給他 他說這個說話的場合 是對著自己有共和黨 他自己本身的內部業務 而他這樣說的時候 你看看他的表情 他很開心 他說是皇帝的時候 這傢伙多膚淺 多虛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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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他 原來他真的在做皇帝夢 這個人是 等於有一天我說他英俊 然後你走過看到他英俊 你真的覺得你自己英俊 真的覺得你自己英俊 說什麼 笑足整天 就是嘛 你現在看到那天 特朗普他講的時候 就是那種小事 而你還沒說他後面那句 後面那句很多人忽略 但是我們打得他很金啊 哈哈哈哈 我讚完他的皇帝之後 我打得他更金啊 我不會因為讚完皇帝之後 我手軟 因為我吃著他 我就可以打得他很金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看我多厲害 我這頭捧完他之後 就吐完吐他一關 吐完之後他也說出聲 所以特朗普他這個說法 其實根本上是公開恥笑你 這個不是我說 甚至乎你自己在美國的 我忘記哪個媒體 都是有這樣說的 我記得是 China Uncensored 其實他漏了一句 我想特朗普還有一句 靜猛仔 哈哈哈哈 被你猜他還餵他吃神 就是啦 唐牛嘛 吃蛋糕 而你說回阿習 他現在在想什麼 喂大哥 我雖然現在是獨立大權 但是有很多暗勇 整天有人出來打我 你看回的 你從尾波 手頭艇 一直到現在蕭建華 要去抓富豪 他最擔心什麼呢 這幫人 在內部已經清招了 包括在省委、市委級已經清招了 解放軍也是重災區 唯一什麼呢 所謂漏洞論 林鄭的漏洞論是什麼呢 這是習總的漏洞 是對習總的漏洞 不是對中共 甚至不是香港的漏洞 是對習總的漏洞 你想想 喂 林榮基 幾條老人在香港 出了這些書來借我 是吧 後面是誰 他就要夾他回去問 捉上去 其實他捉上去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要林榮基交出 哪些人看這書 是 然後後面哪些人 分你做這些東西 最主要的說法就是 那個叫做保護傘 你是不是保護傘是誰 是 順藤摸瓜 究竟這些書 channel了去哪裡 然後找出一個反習大集團 喂 這些就是毛澤東弄人的手法 然後他發覺 如果我給你香港不是反共基地 是反習基地 你的谷卓行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五個駝槍大漢 在機場的 十個在富豪酒店夾他 就是這個原因 你看到選舉的時候 特首選舉 香港特首選舉的時候 谷卓行就是搞亂當 大陸的說法叫做拆爛烏 就是搞局在這裡 所以你看一下 這班所謂貪官 如果你說好地地 你大貪官走過來 你不懈於反習的 反習行動 是沒有人 但是我想習都不會去夾你回去 他最主要就是抽出什麼呢 蕭建華人都知道 就是曾慶紅的大管家 白手套來的 他要夾他回去 就逃出 究竟你在幕後有沒有 根本不是曾慶紅有沒有貪污 我覺得 而是你幕後有沒有 放這個人在香港 去策動一些反習的活動 所以對他來說 每一件事都是倒漸防備的 這個比起毛澤東來說是更嚴重的 他有一種疑神疑鬼的程度 對 是嚴重的毛澤東很多 甚至帶領中國進入一種第二次文革 那你想想香港怎麼可能獨善其身呢 它是要香港使策成為像上海那樣一個 你想想49年前49年後的上海的變化是多大 由當時的現代主義的城市 摩登 摩都叫做上海 摩登城市 突然變成政治上最紅的城市 文革就是在上海 就是他要那種的一個轉變 這個轉變我們這些代人是沒有辦法適應的 是的 所以我就是說 當然很多人說不應該走的 我都不會去勉強去勸那些人留下 因為我相信每一個人的選擇 這個轉變是一個我們有生之年 是第一次面對的 我覺得九七這個轉變的幅度沒有那麼大 因為九七當時仍然是所謂間接管治 間接管治是甚麼呢 用你一班香港的肯瓦遊長 英國總督配合肯瓦遊長去管治肯瓦 就不會由英國總督bypass肯瓦遊長 等於非洲土著和馬來西亞的蘇丹那樣 好了 現在中共去到一個地步 初期就承擇了英治時代的間接管治 indirect rule 就是李嘉誠 其他香港的幾大地產家族 再加公務員體系陳方安生 再加原有的法治系統 組成了一個管治的精英隊伍 現在我想二十多年了 去到一個地步是甚麼呢 直接管治開始 其實我講了很久 這個直接管治的模式 就是由第二支管治隊伍的構思開始 直接管治 如果你的頭是政治局常委 張德綱就是張德綱 但很明顯現在已經是全中國只有一個權力中心 就是習近平 他的權力來源就是習近平 這個是直接管治的模式 所以你說逃犯條例草案 如果你是間接管治的模式 他會看到一面的秩序 即是說大家只要不要搞亂當 繼續賺錢 總之就是欺上門 被上面看到香港一片繁榮 有甚麼事就四四六六拆掉他 以前的大輝哥 就是這些角色 唐英年 田北俊和泛民之間 那種眉來眼去就是這個角色 他的原因就是 我們大家的利益不同 不過我們都在一條船裏面 就是總之不要驚醒那個睡了覺的阿爺 如果他睡醒的話我們也要有時間去搞 就自己拆掉他很多東西 但問題是當間接管治模式 改變成直接管治的時候 就是黨公幹部來管治 我覺得他們很簡單 張曉明模式 共產黨的做法是甚麼呢 永遠都是我們剛才一開始講的 他根本就不適用那種 所謂西方式的政治吸引的方法 他只有一種方法 大家看鹹片 你將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 很久沒有看 日本和韓國鹹片 在八九十年代的分別都是這樣 韓國鹹片是硬橋硬碼的 甚麼都沒有 硬咀的 他現在就是這樣 因為要過硬 因為要效忠 大家就重視過過程 而不重視過結果 習那一套 其實他想得很盡 現在他講思想權 他在十九大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講思想權 你那種表忠 其實是由思想抓起的 為什麼你最近 由娃娃抓起 其實是由娃娃抓起 其實也是沿襲一套的想法 他跟毛澤東相似 他也是私誠於毛澤東 就是那種 如果你政治正確的話 那所有事情都會正確 自然就會 人的主觀能動性 對 主觀能動性 就是講這套 一樣是這種老毛的核心思想 你想問兩位 其實這種獨裁體制 不會不斷不斷持續下去 他不會爆 首先我們要令這個體制 走這條路線的人 他要知道 有個路線錯誤 他在路線上已經知道 不能走下去 他才有機會 轉彎 就算現在換了一閘 也好 下一個上來 他覺得這一套很棒 你有這麼多兵器 有這麼多獨裁的武器 其實他不可能用 因為很大的誘惑 因為方便 當我要說服你 然後你要接受我的獨裁管治 但你又不要反對我 過程多麼複雜 我又要給你利益 像江澤民一樣 又要給資本家入黨 又要成三個代表論 所以那時候你就見到 政治氣氛沒有這麼極端 但習這種方法很簡單 你不聽話 抓你 對你 抓你回去 你每一個人 under一個恐懼的情況下生活 你就全部習慣了這種獨裁模式 所以你融入大灣區的模式 就是融入一個習近平式的獨裁管治 同時是 不是physically 填大嶼山出來 是 而你要進入中共那種 對其他中國公民那種管治方式 你說這個過程多麼痛苦 等於一個港女 你逼她跟一個大陸農民結婚一樣 我覺得 滿口咽屎牙 然後風水甲這麼長 尿了鼻屎出來 彈到別人那裡 是啊 是啊 你想一下 英美兩國平時都很保守 關於香港的政治 你真的沒什麼必要出聲都不出聲 美國很少 我看 由我1989年開始在港同盟工作 根本是少之又少的 所以我是一個范式轉移的 連831 他都叫你先打 89年之後最快放棄制裁中國 1989年30年前六四 現在他都出聲 香港人 不是還活在夢中 所以我說你不外乎幾個抗爭的戰場 我覺得 究竟是不是還在立法會呢 首先我覺得成二問 你要利用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首先我覺得 將香港問題再度國際化 剛才Anthony說到 老透社、衛報、半島電視台等等 對今次大審判的報導 是很大的 台灣對於一國兩制的討論越來越熱烈 因為韓國瑜的槓桿效應 所以我覺得香港問題 是存在著一個國際化的條件 沒錯 因為中美由1972年所定定的 engagement policy已經改變了 美國現在是什麼呢 兩條腿走路 containment加engagement 又維保又engaged 就好像剛才Anthony說 習近平取笑 不是 Donald Trump取笑習近平猛鬼那一段 他又套他高帽說 你做皇帝吧 但是一個皇帝 竟然是我手下敗將 這件事是自捧的 然後他又說 你看看他們猛鬼 和自己共和黨那些人 套他就在那裡笑 對 這個就等於告訴你 其實你告訴共和黨那些大哥 你們沒有人搞得見一集的 只有我才能搞得到 這個其實 另一方面看 Trump這件事 他很高招 這些就是街頭智慧生意 和民主黨精英奧巴馬那些 一埋位就是外交語言 不同的 他這種叫做什麼呢 如果你問香港比例 就是大哥做特首 大哥以前我們做記者的時候 很開心就是喜朵王 是啊 什麼殯儀之聲 那些什麼專業小雞 我想大家還記得吧 那時候他老了 可能就收了火了 所以我就說 你遇到一個這樣的人 美國的政策 體現是Donald Trump 兩條腿走路 又硬 硬的有一手 就是找那些什麼博明 那些貿易談判代表 彭斯 那些英派 是吧 屠龍派出來了 是 遠那一手就是他自己出來 我們老友來 是啊 所以我說過很多次 其實在習近平眼中 其實 Trump才是一個最夾的夾派來的 肯定是 問題就是這樣 不是武魯欽那些 那些多餘的 因為武魯欽那些他純粹覺得 他是代表華爾街的意思 但是 現在走出來跟你談 直接有個人觸碰的 是Trump 但是你又不能夠低估了 他也是紅面白面的 絕對是 他擺個博明在那裡 擺個彭斯在那裡 難道是無厘頭擺個 如果你說中美貿易戰 不如我們下一節回來說吧 這個也是跟香港的有關 有 絕對有 就是我剛才說 香港其中一條出路就是 要利用中美關係 將香港問題 持續地擺在國際議程裡面 才對共產黨構成壓力 要不然我們再多睡78天 是沒有用的 我覺得 底牌已經被共產黨檢棄了 也沒有那麼多人出來再睡 再睡的政治效果 刑事檢控那個 也更加嚴重 你想一下 很簡單的現象 現在習近平 他連歐洲人都不在意 他都不放在眼內 他怎麼會在意香港人 根本不在意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說一下 就是由國際形勢去看香港 就是中美貿易戰會最終 那個落幕 或者是暫時落幕 還是又開闢第二個新戰場 去年聖誕我們那個catering 是很受歡迎的 就是你在家裡開party 叫來會送給你的 我首先介紹給大家有什麼 就是這個是招牌首斯韓牛沙律 然後三個熱食就選擇了一樣 香煎大骨豬扒 配蜜糖芥末紫醬 香濃日式叉燒 雕草白酒忌廉魚柳 這個是不是很漂亮呢 還有 還有 還有地製咖喱牛筋腩 月色蝦餅 配煙肉車來啟炫 避風糖雞中液 橄欖油吞拿魚炒螺絲粉 或者 卡邦尼長通粉 芒果大蝦沙律 還有紅酒會鴨胸 奇珍香辣色仔薯 還有意識大動 這個餐就是我們的食品工場 有ISO二萬的供應 就是本地食品系列 接下來有很多公眾交期 如果你在家裡請客 不用太麻煩 就可以訂這個餐 這樣都很好看 我有兩天訂的 一天請同事 一天請消市家族 一天請網友 分三天 我訂三次